老白东煤矿 煤层爆炸 死亡是682点 这个煤矿 这次事故爆炸 完全是由于行政的责任 当然我们现在说历史问题 因为在60年的时候 是58年 当时老白东矿的矿团委 把煤矿安全规程的14条规定 比如说警下不去明火 他把那些规程全部删掉了 现在要赶进度 要GDP 警下电焊 引起了这次 雪的事故 这就说明是 煤矿事故发生 不是在于 你矿的类型 大矿小矿 国有矿 非国有矿 而是在于你的管理 好谢谢 来厂商来加并 这个咱们一直在 说这个 梅老板这个 这个罪过的问题 就是说 咱们一个国家的 这个繁荣长盛 不仅取决于咱们的经济 另外是一个人文的方面 如果说一个国家 对于咱们这个 公民的生命安全 都不重视的话 何谈一个大国 对不对 就是说囤栏煤矿 这个我也去过 我上个星期还在囤栏 就是囤栏这个煤矿 然后我记得这个生产科科长 跟我们讲这个事 就说当天早晨 这框是晚上发生的事 大约清晨吧 然后他在睡觉 然后打电话 电话来了 然后说咱们框出事了 他认为是做梦啊 这个不相信啊 怎么能轮到我们头上 然后在那个餐厅吃饭的时候 他讲的哈 一个老头在餐厅 就是两个眼睛瞪着 他就说感觉没 就是没有看见过 一个人能眼睛灯那么大 然后里面全是泪花 就是没有留下来 然后他在说 我的儿子还在下面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从统计数据上来说 小梅瑶安全的这个 要更不安全一些 对吧 所以咱们应该除剑的 去把小梅瑶去取缔 或者是关闭 或者是兼并 好 谢谢你的意见 谢谢 谢谢 但是来 韩慧 我先跟着一点 这个门老板 就是推出这种舞台 我觉得这个不太准确 为什么 实际上 对这个职业整合 可能有点误解 就是比如说 这职业整合 就是说是规模大的 一些门老板 还是保留下来 比如说我们地方有的 它规模足够大 比如说有100万能 或者300万能 这一块的 它还是不注意整个的主体 并没有说全部几天 并不是属于一道千 规模小的 经济不善的 对 并不是属于的一道千 好像是你试试 我全部把你赶走了 没有 所以说我更喜欢的一个 叫个幽静列退 幽静列退 但是在幽静列退的手法的时候 我们采取的方式 是不是能用一个政府的 一些行政的手法 来允许它兼并 还是应该让市场的 优胜劣败 自己来做决定的休息片 跟回到现场 我们再请出两位嘉宾 加入一虎一席的行列 待会见 我相信 他已经树立了一个 在公共政策方面 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案例 如果不强烈 介络退进的话 三级人民等得起 等不起 我们认为等不起 政府不应该主导 而且是说 政府主导的话 就是不对 这个是 可能是一百年 两百年以后 他也退出去 不能说 为了让他退出去以后 就给他扣个帽子 一脚把他穿 一虎一席谈 争论更加精彩 隔离中央空调 不断超越国际技术高度 强者永远创造 新的世界记录 隔离中央空调 世界名牌 好空调 隔离造 没有工作日 只有激情四夜的假日 你的国度 你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思想构筑未来 中民众科 让我们携手 共建和谐 共建和谐 共创美好 中国工商银行 Basketball uses more than strength It takes courage I want to be the best Get on the court NBA官方市场合作伙伴 皮克 静感来自五千年文明 激情来自万里河山 文化传新活 习干往未来 五夜神 隔离睡美人 代表卧室变频空调的 领先高度 坚持舒适 静音 节能 好空调 隔离造 更高效 更安全 更可靠 东风轻行车 物流新干线 东风汽车 成功的巅峰 荡漾 生活的清风 你的国度 你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 清水湾 东风康明斯 凤凰冲击波 由东风康明斯 发动机赞助播出 东风康明斯 蓄介及动力 面对新的北约导弹防御系统 欧洲备受争议的 李斯本条约 捷克如何在大国政治游戏中 找寻自己的定位 中国的国家 从开始 中国的国家 在美国 认为一定的时间 这些争议 是预议 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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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奇风云对话 星期日 凤凰 为是中安台 欢迎回到 衣服嘉然现场 今天还有两位嘉宾 加入我们的现场行列 那么首先在我左手边 是中国矿业大学 能源研究所的副所长 孙长云 孙首长 欢迎您来到现场 那么另外一位嘉宾 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也是知名的律师 马光远先生 欢迎来到现场 谢谢马贱先生 来到现场 那么大家谈到了 这资源整合 现在用政府的这样手段 来主导 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是不是才能够 把这个产业当中 能够优胜劣败 惨到达到这样的情况呢 孙首长 我就是认为 这个三星省的 这个煤炭资源整合 它现在已经 三星省的这个 小煤矿问题 它不只是一个 经济问题了 它延伸为一个 社会问题 这个社会问题 它就要运用一个 综合的手段去解决 它不是靠一个 单纯的靠一个 经济手段 没有办法 光用市场方面来运作的 市场的手段 是解决不了的 如果凭单纯的市场 你要我小煤矿主退 我不退 那怎么办 那你市场推动不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你叫政府 来强力介入 推进这个事 如果不强力 介入推进的话 三星人民等得起 等不起 我们认为等不起 好 谢谢 能不能透过 用市场的手法来 一顺劣败 能不能够一样达成呢 还是要透过 政府的手段 才能达成 我从来都认为 美老板本身 是一个制度错误 是一个很荒谬的 一个贵推 那么从他的产生 到他的生长的过程 到今天我们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 让他退出这个舞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整个煤炭产业 他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包括他在整个政治经济生态方面 那么可以说一无四处 可以说这个罪行累累 我可以这么地讲 让美老板退出历史舞台 已早不宜迟 这个方向选择没有错 但是关键是怎么样让他退出 关键是退的程序问题 我对退的就像这个三星 发的这么一个 市政府和省政府发的 这么一个通知 那么对于他的一些具体的程序来看的话 三十年以来 我觉得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到这么一个行政命令的话 可能不会陌生 也不会把它作为一个特例 但是当2009年 我们看到这么一个通知的话 我相信他已经树立了一个 在公共政策方面 一个非常失倍的 与法治与产权 完全背离的一个失倍的一个案例 来潘维尔 这个马先生讲这个 一看他就是不懂煤炭 所以为什么说呢 那个煤炭呢 它是一个矿业 矿业的话就是 要根据资源情况 你一大矿开采 就大矿开采 一小矿开采 就一小矿开采 我们国家的煤炭 资源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我们南方的煤矿 基本上是小煤矿为主 资源条件 只需你开小煤矿 你开不了大煤矿 所以他讲那个 小煤矿要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是 可能是100年200年以后 他也退不出去 我觉得三西省 用行政手段 解决煤老板 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大的决策方针是对的 为什么说大的决策方针是对的 以后煤炭生产要